哈喽,大家你好,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们说 我平常呢,蛮常被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,如果有人想学泰文,他要学多久 要学几个小时才会听说读写泰文 其实这个问题呢,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因为有很多东西你要考虑 比如说呢,你的母语跟泰文多像 你的能力平常学新的语言或学新的东西 你可以学得多快或慢 你也没有就是时间可以复习 你也没有泰国朋友可以跟你练习 你平常有没有在看泰国或泰文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,都有影响 我当老师,我可以把全部拿的东西一天都交给你 可是你会不会记是另外一件事情的 所以不管你想学什么语言 你不应该给自己就是说要三个月以内 或者一年以内要把泰文讲得很像泰国人一样 可是你应该去想是,我今天可以做什么东西 比如说,每一天可以学五句话 或者十个单词之类的 你要给目标是可以做得到的目标 今天一分钟这样子 拜拜,谢谢大家